记者谢军临台北报道,军中人权纪录片少了一个之后,吴军金首映,海军司令黄鼠光将代表海军,针对23年前海军立物议士兵黄国张迪奇洛海死亡案,向黄妈妈陈碧娥道歉,此外,桥头地检署侦办此案所衍生的案外案,金再度开庭,将传唤23年一直无法传到的重要证人, 黄妈妈因要北上出席首映,今天上午前往台北的检署侦察亭进行远距讯问,停讯时间近一小时,黄妈妈离开黄妈妈训后无奈表示,检方金元传唤两名人证,但只出现一人,解其说辞还是有选择性,不过也因为这样,说辞有一些漏洞,黄妈妈说,她看得出检方慢认真在追查这件事, 所以都还算稳得到重点 至于针对海军司令黄鼠光将向她道歉一事,黄妈妈表示并不知情,无法回应黄妈妈指出,之前军冤会将黄国章命案移交高雄的检署侦办,检方是以违反业务过失之死罪嫌喜宿舰长冯一成, 但高雄帝愿已超过时效公诉不受礼劫案,期间她在看笔录时,看到有一个目击证人,有直击一个士官和一个士兵在黄国章失踪前一天殴打她,甚至把她的脚拉去烫伤,后来她针对此部分提告, 1995年6月9日,停泊于左营军港的海军南洋舰准备出港执行真寻勤务,于该舰服役刚满52天的19岁二兵黄国章,致电花连老家向母亲求救,军舰离港后会有人对我不利,黄妈妈无力相救, 而后,黄国章离奇洛还死亡,被发现时头部插有钢针及一个三角形锐气,而后,军方展开调查,却未能寻获证明黄国章遭杀害弃尸的证据, 最后海军总司令部于1997年7月宣布全案不弃诉,禁舰长冯一成遭监察院弹劾,黄妈妈向军冤会申诉后, 军冤会于2014年将黄国章命案移交雄检侦办,2015年8月,雄检调查后,认为时任舰长冯一成为停航搜救, 延误救援,依业务过失之死罪起诉冯,但一年6月,雄院审理后认为,此案已于十年追溯期,判决不受理, 不过,在检方调查期间,黄妈妈发现一份从未曝光的笔录,叙述黄国章死前16小时, 曾遭两名老兵灵虐,出拳打脚踢,还用棍烫铝豆汤烫黄的左脚, 黄妈妈怀疑儿子是被严重灵虐死亡,停讯时,检方询问黄妈妈是否提告, 黄妈妈判查明真相,提告希望能揪出凶手,全案现有桥头地检署调查中。